立位纪第五章 如果有人犯罪 他听见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证人 却不肯把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 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或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东西 无论是不洁净野兽的尸体 或是不洁净牲畜的尸体 或是不洁净昆虫的尸体 当时并不留意 他因为成了不洁净 就有罪了 或有人摸了人的污秽 他没有留意玷污了什么污秽 他一知道就有罪了 或有人嘴唇轻率发誓 无论是出于恶意 或是出于好意 他没有留意起了什么事 他一知道就有罪了 如果他在任何一件事上犯了罪 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 他要为所犯的罪 把赎千计带到耶和华面前当作赎罪计 就是羊群中的母羊 或绵羊羔或山羊 祭司就为他的罪行赎罪 他的经济能力若是不够献一只羊 他就要为所犯的罪 带两只斑鸠或两只除鸽 到耶和华面前作赎千计 一只作赎罪计 一只作凡计 他要把他们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就要先献上作为赎罪计的一只 把鸟的头从颈向上扭断 只是不可撕断 然后他要把赎罪计生的一些血 弹在祭坛旁边 其余的血要在祭坛角那里挤出来 这是赎罪计 第二只作为凡计的鸟 要按照凡计的规则献上 祭司为他的罪行赎罪 他就蒙赦免 他的经济能力若是不够献两只斑鸠 或两只除鸽 就要为所犯的罪 带来一公斤的细面 做赎罪计的贡物 贡物不可浇上油 也不可加上乳香 因为这是赎罪计 他要把贡物带到祭司那里 祭司从其中取出一把 作为象征 放在祭坛耶和华的火计上面焚烧 这是赎罪计 祭司为他所犯的任何一样罪赎罪 他就蒙赦免 其余的计物要归给祭司 好像赎罪计一样 耶和华对摩西说 如果有人在耶和华的圣物上不忠实 无意犯了罪 他就要依照你按着圣索 衡量银子标准 所沽的银价 把他的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签到耶和华面前做赎签祭 他要补偿他在圣物上所亏欠的 令家五分之一交给祭司 祭司要用赎签祭的公棉羊为他赎罪 他就蒙赦免 如果有人犯了罪 行了一件耶和华吩咐不可行的事 他虽然不清楚 仍是有罪 他就要担当自己的罪责 他要依照你的估价 从羊群中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来给祭司做赎签祭 祭司为他赎罪 那不清楚的无心之师就蒙赦免 这是赎签祭 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 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罪